我們外科醫生讀書讀很多的,因為你要有知識,然後有技術,你有車子的知識沒有用,你要會開車,要用手,動手,所以你的頭腦要清楚,知道自己要去哪裡,你還可以當外科醫生嘛,對不對,所以我們這次市長選了一個外科醫生是對的,外科醫嘛,要頭髮要請坐,要吳俊啊, 吳俊概念,所以柯文哲為什麼敢說,我公布我所有的帳戶,對不對,他幹嘛,因為他有那種概念,吳俊概念,吳俊是最重要的,吳俊你沒有吳俊的話,開彎道會化膿,病人會死掉,我在台大的時候,我們小兒谷歌,我今天有小朋友來,我講一個小兒谷歌的故事,我小兒谷歌的教授, 我小兒谷歌,現在要去當衛生局長,黃思杰教授,因為他也當過院林分院的院長,他是我們骨科裡面話講最少,最兇的,我們叫酷老師,酷老師啦,不講話的,講話都講重點而已,不像我這麼多說啦, 所以他會講話,也不笑的喔,這個要開刀,大概百分之幾的成功率,我的紀錄是怎麼樣子,這樣很快,他衛教的書都顯得很簡單,也很清楚, 就這酷老師,這小兒谷歌嘛,小孩子小兒科就已經很難搞了,對不對,小兒外科也很難啦,小兒外科開完刀,有的時候開刀要流很少的血,我們小兒谷歌我們不是拿鋸子的,電鋸,嗯,這樣子的,流血多,而且小兒谷歌不是開完就沒事,開完要追蹤一輩子, 所以你開不好啊,這病人跟你一輩子,你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不好的,你會覺得怎麼樣,所以那個,活得比我們很久,那黃士傑教授在刷手的時候,就看,看那個護士小姐,那個刷手無俊的動作,沒有做好,開始罵了,你怎麼知道這隻腳要用多久?這隻腳要用八十年耶, 我們不是開那個人工番節,可能三五年就是翹翹了,對不對,所以很兇很兇啦,我們在旁邊,我那個時候住院醫生,被閉窗,故事還沒講完,就可以開始小便了,所以重要要無菌,還有要大小便要痛,所以氣血不通,就好像你大小便不通,身體裡面很痛苦的啦, 齁,細胞都很痛苦,齁,因為細胞也是要把髒東西運出去嘛,對不對,齁,有嗎,有人還要下車,放到嗎?沒有感覺